阿里巴巴證實將會開發AI機械人 而Google的股價昨天急射逾7% 是因為其AI機械人Bart 答錯了一條有關NASA的問題 可見投資界對AI的重視程度 而另一邊商小米創辦人雷軍 已與Chatch GPT聊天的答問形式稱 小米13全球版將於本月26日發布 股價刺激上升3.9% 而另一隻Chatch GPT概念股 似乎被炒高後今日見疲弱跌13.3% 而微軟將透過啟動OpenAI的科技 增強其搜索引擎Bank的效能 市場料用戶將有突破性體會 百度日前因宣布推出民心一言被炒高 但今日股價有回落 據本地傳媒的報導 百度將推出一款類似人工智能 聊天機械人Chatch GPT的產品 並表示該項目中文名為民心一言 英文名為Earney Bolt 將會在3月份完成內部測試 向公眾開放 目前百度正做上線前衝刺準備工作 根據報導指 去年的9月 百度行政總裁李彥宏 判斷AI發展 在技術層面和商業應用層面 都有方向性的改變 外界估計百度於當時 就開始製造民心一言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啦 subscribe啦 和按鈴鐺先 撐我們撐真相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